牛肉餅 我們今天就來了九龍城的清真牛館 我和老婆拍拖經常來這裡吃 其實是 抬著Suri經常來吃 她一打過後我們當然帶她去吃 回香港如果有時間 都會過來九龍城這邊吃 必點的就是牛肉餅 牛肉餅剛才點了2個 48元2個 是很值得的 因為牛肉餅很多 醬汁很鮮很淺 有很多醬汁 剛才點了2個當然不夠 我當然要再加多一塊 另外必點的就是 咖喱牛腩 它不配飯 你自己另外點了一碗飯 很漂亮 咖喱牛腩的醬汁是超級好送飯 還有薯仔是很好吃 很入味 牛腩當然是很軟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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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吃個飯 你看這些咖喱汁 真的很香 是鎮艷之步 很香很香的咖喱味 薯仔 我們先試一口 薯仔 嗯 好入味 薯仔 入味 好正 好軟 好粉 好入味 好嫩 好味 咖喱 再加點飯 就這樣吃飯 嗯 先吃個牛腩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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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有趣 這個咖喱牛腩 你可以 它就只是咖喱牛腩 它沒有跟飯 如果咖喱汁不夠 你可以另外加 當然要付錢 咖喱汁都有分小和大 另外加汁 小的23元 大的是33元 只是加汁都33元 它只可以送很多碗飯 如果大家不叫白飯的話 其實還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叫一個蔥油餅 是不是蔥油餅 就是這個 蔥油餅 就是這個 那蔥油餅 怎樣吃的呢 就是 加到蔥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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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吃的 不想吃飯的朋友 吃蔥油餅 都可以送汁的 所以你說 它的兜汁是30多元 是正確的 還可以送蔥油餅 吃的 嗯 好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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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留的蔥油餅 好美味 好美味 現在到我吃這個牛肉餅 吃牛肉餅 很少人不會漏汁 一定會漏汁 好美味 嘗試一下 不漏汁 去吃這個牛肉餅 這個牛肉餅很棒 你看 它上下都煎到脆脆脆的 中間這一層呢 這一層呢 其實它是很薄的 咬就會爆汁的 嘗嘗 嘗嘗 嘗 嘗 嗯 好香 熱辣辣 它的醬汁在裡面 爆爆的醬汁 可能你會覺得它24元一塊 好像有點貴 但是它的真材實 裡面有很多醬汁 不是很多醬汁 麻煩 咖哩割 它的醬汁是很鮮豔的 肉汁味的 它爆的醬汁的感覺 和你吃小籠包的不同 因為它的牛肉汁很香 很濃的那種醬汁 所以這間店在九龍城 這麼多年 都經常都排上去 這間有一個規矩 如果你在晚餐吃飯的時候 不齊人是不可以入醬 很照職 嘗嘗咖哩割 嘗嘗咖哩割 嘗嘗咖哩 嘗嘗 好香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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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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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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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 就是九龍城代表 而來九龍城基本上都是會吃了 大家都知道 來九龍城也很多都會吃的 泰國 català 喝茶 那這裡就是其中一個 你都會覺得 應該來吃的地方 這間酒店的清枝酒館 是從1950年開始 所以你想想 這是 скаж 老字號 是以前啟德基場在這裡 我也有幸在咖德基場出入播 在九龍城以前的人出入的地方 一落飛機或上飛機前就來九龍城吃東西 尤其是我想這間清真牛館 因為那個位置 落隧道穿過去就是啓得機場來的 自從九七年搬了之後 這裡就少了很多飛機 那時店舖好像差一點 但後來他們熬過了一個時間 店舖以為多人在吃東西 現在也有很多店舖在吃東西 以前來九龍城就不是那麼方便 現在地鐵去到宋皇台站下車就可以來到 站裡面還展示了很多宋皇台出土的文物 乘車來到還沒吃飯之前 看看展覽也不錯 一場來到九龍城 怎麼會只吃過牛肉餅 我們吃完清真牛館 當然要吃個甜品 這間也是九龍城很出名的甜品店 地貓店甜品 回到香港吃回一些 這類香港特色的甜品店也不錯 現在這間地貓館 它出名就是山和的杏仁茶 JS和Siri就點了 焦牌蛋白杏仁茶 有一個是加湯軟 那我就點了芝麻杏仁茶 那我那份當然要加湯軟 兩碗 好 我來試一下我老婆和我女兒 點那個蛋白杏仁茶 很焦牌的 焦牌的 很滑 來試一下 來試一下 不要太大肯 OK 好吃嗎 好吃 誰比較好吃 我覺得是我們這個 我這個也好吃 我這個也好吃 這是芝麻的杏仁茶 芝麻的香味很濃 我都覺得裡面比較好吃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我喜歡呢 它的蛋白很滑 很多粒粒 那這個就只是芝麻糊 它那個芝麻糊 有一點點蓋了杏仁茶的味 它的芝麻味有點靈 如果你喜歡吃杏仁茶 我覺得蛋白杏仁茶挺正的 它不會漏 它不會漏 它的蛋白你吃下去 還有一點點咬口 滑滑的 很正 那這個就喜歡吃甜的 芝麻糊的朋友就很適合這個 加了7元就有兩粒湯圓 你看這粒 已經變成黑珍珠 皮蛋 不是湯圓 是皮蛋或者黑珍珠 試一下 它的湯圓裡面的芝麻糊的味道很濃 而且湯圓的皮很超原 這個芝麻糊的味道很濃 嗯 這裡還有一些舊式香港傳統的味道 類似這些甜品糖 這裏感同性還有一些舊式的傳統味道 類似這些地貓館 剛才那些清真牛肚館 還有一些泰國菜館 都是很傳統的 牛肚不倒 正 嗯 清族 好吃這個 很圓 我們今天吃完這個糖水之後 對吧 我們呢 其實吃完這個糖水 之前還買了一些東西 買了兩個牛肚餅 回去做燒東西 我找不到 所以你什麼叫吃糖水 回去做燒東西 在九龍城 你們還吃過哪些好吃的店 不妨在留言區告訴我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星期間 還有一個分享 我們下次見